问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职业最好混 这个全世界什么职业最容易混 我的答案是盛岳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要学三句话 你就可以行走江湖 这三句话就够了 什么呢 深呼吸 深呼吸 吸深一点 深呼吸 第一句话深呼吸 第二句话 打开喉咙 喉咙打开一点 打开喉咙 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位置高一点 位置再高一点 三句话够了 够了够了 你学会这三句话 你就可以行走江湖了 就可以去当摄影老师了 唱了不好 气息 深一点 不对 不对 你喉咙打开一点 喉咙没打开 位置太低 位置高一点 你上课 你上课 你重复这三句话 你颠来倒去 你说他不对 你说喉咙打开一点 不对 位置太低 高一点 气息深一点 你只管说这三句话 别的不用说 啥也不用说 说不定还真被你教出 这个好的学生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主要是讲 这个职业 真的是很好混 因为 因为你只要 学三句话 就可以 就可以去教学生 这个 这个是 一个玩笑了 但是呢 确实 我觉得这个行业里 是有很多 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都是 有些都自己没搞懂 就交了 本身就是这个行业 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今天我们就 讲一讲什么呢 讲一讲 这个 这个行走江湖的 这个三句经验 里面的第二句 第一句 第一句 我们气息深一点 当我们前几期 已经 已经那个 差不多 通过几集 把这个气息的 这个问题 基础的 这个轮廓和概念 已经给大家 这个讲解了 今天我们来到 这个 第二个 这个重要的 这个经句 打开喉咙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唱歌的话呢 实际上 我们在讲到 这个唱歌 这个三句经验里 气息 打开喉咙 位置 对吗 最最终 当你如果唱得 好的时候呢 你 这个三个方面 它是统一的 就是 同时 在你唱的时候 这个三个部分 是 同一时间 它的配合 然后你就发出 我们说的 漂亮的声音 可是 可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呢 你必须把它 拆开来讲 对吗 你不拆开来 你怎么 你同时讲 三个东西 它没法讲 所以它 讲解的时候 它必须把它分开 气息归气息来讲 喉咙跟喉咙来讲 位置归位置讲 那么最终 讲完了 它最后 它这个 这个 这个 各个方面 它 都是 完全配合在一起的 就最后一个动作 一个起唱的动作 你所有的 所有的 这个 这个 各个方面 我们讲的 它都同时在运作 而且是互相配合 那是最后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还是得把它拆开讲 那么今天我们拆开讲的是 它第二个就 打开喉咙 这个打开喉咙 这个四个字很简单 打开喉咙 唱歌一定要打开喉咙 所以你 所以你那个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估计大家都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唱歌 要打开喉咙 特别由于我们美声唱法 就是多数的这个唱歌的人 对这个概念应该是没有意义 都可以同意说 哎 我唱歌一定要打开喉咙 那么好 在建立在这个 大家共同都 都已经有了 这个好的这个概念基础 基础上呢 那么我们往下深入的讲 那 请问 打开喉咙 什么样叫 打开喉咙 对吗 或者说你 你 你打开喉咙以后 它的状态是怎样 这个可能就 就就有些同学 就会迷惑 或者说 不是非常清晰 对于打开喉咙的概念 它没有问题 它 它 它 很 赞同 很认可 当然 怎么样是打开喉咙 结果是 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才说 你已经 做到了这个打开喉咙 OK 一个最 简单的 这个 判断的标准 就是 你看你 我没有打开喉咙 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标准 也是最容易来 我们来判断的一个 一个 一个标准 就是 你看你的 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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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什么 Adam Apple 亚当 苹果 当年据说 亚当吃了 那个上帝说 不要吃的 那个苹果 然后就吞了一半 就被喝住 然后就没吞下去 我下说 大概应该是 故事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 那个 不管我们的主题 我们主题就是说 这个猴杰 猴杰 当你是打开喉咙的时候呢 猴杰 他的位置 应该要比你 自然情况下 他的位置 来得低 来得深 来得低 假如说你自然状态 他的猴杰 在这里 那么你 做到深呼吸以后 他的位置 不是 我们做完 打开喉咙的动作以后 他的位置 要比你自然的状态 来得低 当你打开以后 他一定会 比你自然状态 来得低 至于低多少 这个 也不是说 越低越好 不是说你 你发到最低 那是最好 也不是这样 因为你放得太低了以后 他会有压力太大 这个这个时候 他喉咙这边的肌肉 会变僵 变紧 就是他就僵住了 就变得很紧 那么肌肉都都过力 用力过度以后 他声音的 出来的声音 也是变得僵 还会有压力太大 所以也不是越低越好 总之呢 就是尽量低 这个低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程度呢 低到 你喉咙同时 还是松的 就没有过力 他应该到什么 什么位置 那个就是最佳的 这个 我们说打开喉咙的 一个一个 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 所以呢 男生跟女生 实际上是一样的 男生比较 比较 比较划算 比较 比较容易 因为他猴结都看得到 因为男生 我们猴结都 正常的 男生 你都会很清楚的 看到你的猴结 当然有些人很大 有些人小一点 但看都看得到 女生就 就麻烦一些 女生就有些 他看得到 有些摸得到 有些是看不到 也摸不到 摸不到的比较少 有些真的是 我碰到过 摸起来也很困难 你要找他都很困难 这种就会麻烦一点 但是实际上 他都有 只不过女生 就是不像男生 这么清晰看了 所以他都有了 那么 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验证 你有没有打开喉咙 这个最佳的 最容易的 判断的标准 他就是看你猴结 有没有放下去 有没有往下沉 当你在吸气 做这个打开喉咙动作的时候 他的猴结位置 是不是比你自然 状态下来得深 来得低 如果有 那就你就做到 有打开喉咙的动作 如果你你的猴结 都没有往下放 甚至呢 你唱的时候 都是比你 你的猴结 比你的自然的位置 更高 就往上提 猴结反而往上去了 当你唱歌的时候 猴结往上了 提上去了 这 太糟糕了 这个问题啊 太难改了 因为很多唱歌的人 专业的也好 业余的也好 非常多唱不好的同学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他的猴位太高 猴位太高 就是你唱歌的这个位置 比你这个 自然状态更高 这个就是我们唱歌里 最致命的一个 一个缺点和毛病 因为如果你唱的时间越久 它越难改 因为一旦他的肌肉 成为习惯以后 你要改掉它 简直是太难了 所以呢 至于 然后后面比方说 我们还有一些别的 别的一个 一个 就帮助你打开喉咙的 一些具体操作的 一些辅助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后面再来讲 今天这题主要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呢 怎么样判断 你的喉咙是否打开 所以一个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 这个容易的观察到 你可以自我判断 你的喉咙是否有打开的话呢 就是看你的后肩 男生就太容易了 你看镜子 看你的后肩是否有放下 放下 这个放下以后 就证明你的喉咙是打开的 OK 好 我们下一次 再接着 对于打开喉咙这个问题 再深入的一些探讨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 要订阅 订阅订阅 subscribe OK 拜拜